青春已逝 往事如烟 微于回忆难以追寻 那曾与你一同欢笑 呐喊 拼搏的挚友 是否依然陪伴左右 那些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 是否已深藏在你心底 偶尔泛起波澜 如果要用一部作品来免怀我那逝去的青春 我毫不犹豫地会选择《默然回首》 大家好 我是热爱影视作品的红哥 今天我们要评论的电影是《默然回首》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每一部新影片哦 《默然回首》 是一部由鸭山清高指导的 慢改动画电影 该动画电影的主演为 《和和优》时 吉田每月喜 该电影讲述 在校报上连载四个漫画的小学生藤野 意外得知 长期家里蹲不上学的同学金本 也在花漫画 两个性格相反的少女 因为对漫画的热爱而结缘 两人之间的连载漫画之旅正式展开 以漫画《恋剧人》系列 迅速打开知名度的漫画家藤本树 在《默然回首》中 展现最温柔的一面 以最真挚的故事 让无数人落泪 究竟这部动画电影 为何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默然回首》的横空出世 再次向世人证明了 藤本树是一位 艰巨狂放与温柔的天才漫画家 他笔下的故事 无论是热血 邪点 还是温馨小品 无一不让读者未知动容 角色塑造更是细腻而立体 《默然回首》 堪称藤本树才华的极致展现 仅凭两个角色的深刻描写 围绕友情与青春 这两大主题作展开 再搭配上一幕幕电影镜头时的分镜 藤本树构筑了一个 引人入胜的少年日记 让人沉浸其中 久久难以释怀 电影当中 以背影作为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背影可说是 默然回首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中的背影可理解为三种含义 第一 背影象征住梦的姿态 两位从未谋面的女主角 在彼此的背影中 找到了前行的动力 默默奋斗 成为彼此追梦路上 不可或缺的力量 电影透过背影 呈现出追梦人的坚定与无畏 即使风雨无阻 然而 这些努力在旁人眼中 可能被视为固执与疯狂 你这样拼命有什么意义 什么时候才会放弃呢 这些质疑声音 或许会让我们 在追梦路上犹豫不前 但只要我们相信梦想 并坚持下去 这些冷嘲热讽 终将随风而逝 追梦的路途 虽然充满坎坷 或许会跌跌撞撞 甚至一无所获 但像两位女主那样 为梦想倾尽全力 无怨无悔 未来回首时 至少人生不会留下遗憾 第二 背影象征住两人 无法回到的过去 那是他们一同相处 彼此支持的时光 藤野和金本 对彼此的能力 怀有深深的羡慕 藤野敬佩金本的精湛画工 而金本则欣赏 藤野的漫画故事才能 这种相互的敬佩与欣赏 成为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电影的关键转折点 藤野二次目睹 金本惊人的画迹后 动摇了自己的绘画梦想 甚至选择放弃 然而 当他得知 金本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的粉丝时 这份支持 重新点燃了藤野的信心 让他再次拿起画笔 继续追逐梦想 此时的藤野漫步在雨中 成就了漫画 及电影最经典的一物 从这一刻起 藤野的创作 不再追求巨大的成功 而是单纯的 想要看到金本的笑容 两人的生命 在此刻紧密交织 注定成为 彼此成功路上的基石 第三 背影指的是 藤野回首过去的自己 最后往前迈进的过程 回首过去 藤野与金本 最初在屋外的相遇 其实早已埋下 无法再度并肩前行的伏笔 随着命运的轨迹 逐渐分离 曾经相依为命的他们 也被迫走向各自的终点 最终 藤野独自留在这个世界 怀着对金本的深切悼念 回首那段 无法重返的过往 心中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化作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痕 即便藤野的心中 浮现出能够拯救金本的画面 一切已然成为定局 正如众力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已不在灯火栏珊处 虽然金本已经离去 但花漫画却成为藤野 唯一能连接他与金本的纽带 使他在创作中 感受到那份珍贵的情感与回忆 电影的高潮 无疑是藤野穿越回到过去 拯救金本的那一幕 这正是藤本数笔下 经常出现的浪漫史超展开 在他的故事里 虽然我们无法掌控 现实的无常与变迁 但总能留存一个 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眼前的事实 或许已经无法改变 但在另一个时空 另一个世界 或许正在续写 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漠然回首 是一部2024年 绝不能错过的动画电影 若你是藤本数老师的书迷 亦或是你是喜爱 看温馨小品的观众 观看这部电影 绝对会是你今年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漠然回首的推荐指数为 五颗星 以上就是今日的电影最热评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